好來 繼續來看臺灣跟白瘤的 滷油泡泡2.0 後來要再度出發 要來推出營苗團 這次要來開放 可以煮兩種的營苗 就是國內現在最限的莫德納跟BNT 但是這個莫德納有人所的限制 這個航班最多是三十個人 你憑什麼說這個白瘤 滷油泡泡消息 這個放出來之後 就接到很多順問的電話 尤其是頂著的提出 到白瘤去做到第一桌 莫德納的離客 議館上官 基本上就是從十月份開始的一個團體 這個就是到帛琉呢 他是有機會可以選擇到這個莫德納的疫苗 來施打 所定第一桌已經在別流住第一桌莫德納的路客 初步調查想要去別流住第二桌的人也不做 不過第一桌如果出缺藥廟的正義 到當地這麼發現沒辦法住到想要住的藥廟 這次別流觀光救藥是拿出 莫德納的素量優惑 打扮去最少十位 最少三十位路客會當主席 在每一梯次出發前三個工作天 我們必須要這個就是旅客要匯整 他們的一個施打疫苗的一些意願 給這個帛琉的觀光局做一些統計 這個帛琉的這個衛福部 可能也會再去規範或規劃 這個可以施打的一些這個旅客名單 不過不要忘記 母親自國外回來的路客 都要進行五家高工的組織健康管理 路行車也提供 母親當地提供的BNT月廟比較積極 那時間是要選莫德納 可能要想清楚再補名 飛龍路由2.0中心客棟 想要去月廟創作多少動機 各位觀察